生病了该吃药 心里生病了该怎么办 国家发个帅哥来陪你聊人生 聊三观 聊感情 一段火场救援的女消防员 与国民心理医生的浪漫故事 火光恋人 作者 夺夺舞 由殷小果 四周诸侯 携手中优秀CV 倾情演播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四十四集 伤害 手机震动的声音传来 杜曲转身从小茶几上拿起手机按掉 徐贵舟回过神 拿出自己的手机看时间 阵阵好好一个小时 他有些恍然 不知不觉说了这么长时间 杜曲站起身 倒了一杯水给他 徐贵舟眼眶湿润地抬起头 接过来喝了一口 嗓子口拔干的感觉得到了缓解 杜曲重新回到原位 看向他的目光 明亮又有穿透心 现在会想他吗 徐贵舟把杯子里剩余的小半杯水一口气喝了 慢慢地说 偶尔 偶尔会响起 杜曲又说 接下来一个问题 可能会有些冒犯 徐贵舟握紧杯子 在两次面谈中他感觉到 工作时候的杜曲和平时很不一样 认真 温和 耐心 是一个寻寻善诱的倾听者 这个状态的他提及冒犯 让徐贵舟不自禁地微微紧张 孙静杰牺牲后 你很伤心 到什么程度 有没有想过轻生 杜曲声音清朗地提问 徐贵舟皱眉 吹下眼停顿片刻 回答道 没有 一次都没有想过 在火场外 看见孙静杰和队友的尸体 他当场就昏聚过去 那段时间 在养病和痛苦中度过 但身体恢复了 悲痛的情绪也慢慢平复 就像俗话说的那样 死去的人已经过去 活着的人还要继续 任何伤痛 似乎都能被时间所抹平 杜曲看着他眼眸 又渐渐地陷入了低沉 微微笑了一下说 很好 珍惜生命是每个人的本能 如果连这一点本能都放弃了 那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他这样一句 徐贵舟感觉 身上漠然一清 仿佛是心上的某个枷锁松动了 可是他还没有完全 忽略话里的意思 那现在的情况 是比较不那么严重 你畏惧明火 是心理创伤造成的 但是成因 还需要再确定一下 徐贵舟自从出现这种情况 从开始的慌张 到后来的苦恼 期间也是寻求过解决的方法 心理创伤这个词 不是头一次听到 他有一丝茫然和疑惑 是因为我亲眼看到他们的尸体 杜曲眉头极不可见地凝了一下 很快又松开 这是诱饮 很可能不是兵婴 徐贵舟把两个词语 在心里转了一圈 还要再仔细地问问 敲门声传来 杜曲沉稳地说 请进 门打开一条缝 陈绝把头凑进来说 杜医生 面谈时间已经超过十分钟 后面还要开个会 徐贵舟听到马上站起来说 那我先走了 说着就要离开 杜曲忽然叫住他 下班以后有空吧 徐贵舟想也没想地就实话实说 有 下班正好等我 一起吃个饭 徐贵舟当然记得 自己欠他一顿饭的事情 于是点点头 但是他显然忘了 门缝里夹着陈绝的脑袋 他一脸惊讶和听到了 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视线在徐贵舟和杜曲之间 转来转去 徐贵舟回到办公室里继续工作 下班换好衣服 和办公室的人道别后 来到大队门口 脱离空调短短十分钟 他就热出了一身汗 杜曲站在门口 长裤衬衫 扣子只解开一格 神清气爽 脸上汗都没有意思 看着他让徐贵舟感觉 有一瞬的嫉妒 好像三十七度 只对他一个人起作用一样 于是他对他的第一句问话是 你不热吗 而杜曲上下打量他一眼 问的是 你去洗桑拿了 徐贵舟与其哀怨 哎呀 别提桑拿两个字了 温度都要上升了 杜曲说 这是典型的暗示 引起身体变化 徐贵舟有气无力地说 不管什么变化 再让我暴露在没有空调的热气里 我可能都要变异了 杜曲忍着笑 马上打车 出发去最近的商场 夏天最受徐贵舟待见的地方 就是冷气多得溢出来的地方 比如银行 比如商场 一进商场 冷气凉爽 他顿时觉得原地满血复活 带着杜曲去顶楼的粤菜馆 这家呢 是香港知名老店 来本市开的分店 食材新鲜 原汁原味 为了提高这顿饭的逼格 他直接点了一个桥底辣蟹 杜曲看着满满一桌子的菜 问道 你最近没吃饱 啊 哪能呀 这是特地给你点的 杜曲慢条斯理地夹个蟹腿吃 徐贵舟朝他看了两眼 发现他能把任何吃的动作 做得赏心悦目 即使是吃蟹这种 容易出现粗鲁动作的食物 他打量的目光太过明目张胆 杜曲朝他看了一眼 又低头看看手里清除完所有的壳 露出白嫩嫩的肉身的蟹脚 读取地到他面前 徐贵舟诧异 嗯 给我的 你不是盯了半天了 徐贵舟不好意思说 我是在看你 不是在看蟹腿 再加上这个蟹腿肉肥肥的 看着就很诱人 他最后也没有抵住这个诱惑 接过来三下五除二的就解决了 满口鲜嫩 幸福感蹭蹭的上身 迟到一半他才想起来 哦对了 小周今天面谈的怎么样 杜曲说 你应该知道 我们心里医生也有保密条款要遵守的吧 徐贵舟欧的医生 心想 还是明天去队里直接问问小周吧 具体内容不能提及 但大致情况还是可以说说 杜曲笑了一下 是心里受到强刺激 但还没有形成病症 正确适当的疏导可以帮助到他 哦 那就好 徐贵舟顿时就觉得放心很多 胃口大开 杜曲又包出一个鲜嫩可口的蟹腿 干脆直接放到徐贵舟的碗里 他说 你现在还有心情管别人 先管管你自己吧 徐贵舟一口吞了蟹脚 不是说还没有那么严重吗 手上动作大了点 半块指甲大小的蟹壳弹飞 弹到了杜曲的头发上 杜曲像头顶长了眼睛一样 伸手很准确地把蟹壳给捏下来 他捏着它 徐贵舟心绪地闭开眼 杜曲心里想的却是下午的面谈 没有医生会对病人毫无保留 越是严重的病 越要考虑到说话的轻重 虽然他的情况 还没有严重到无法可解的地步 但归根结底 也不能轻松地应付 看他和旁界的搏斗不休 杜曲把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 他想问他 心里是不是藏着更大的伤害 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我在下一集等你哦 就会见到这计程中的速度 最后一都会要看 现在首次的步骤 也有 generates 也有尽力